第一個階段 先會把牌子打起來 對不對 好 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就開始 用嘴巴 用嘴巴代替 嘴巴代替 代替旋律 用嘴巴 我們都很懶得用嘴巴 其實嘴巴是代替 代替手彈 你要養人的習慣 也就等於說我們簡單講 有字彈子唱 這個你要養人這個習慣 然後指南至上 那你就唱的時候可以亂唱都沒有關係 歌詞都記不起來有無所 你不如用哼了就好了 你不一定說要唱得很棒的人 不需要這樣 你不要唱打大聲的 你主要 不是說叫你當歌姓一樣 那個像那個什麼那個配音 現在他是出國了這樣 他說他沒有麥克風他就不可以唱 其實是根本不要麥克風啊 我們主要是我們主要是學 我們琴為主 然後你唱的時候啊 因為你的聲音不會很大 用琴的聲音給你共鳴 產生共鳴 你如果說要用麥克風唱出去 唱那麼大聲的人 事實上這個琴呢 你會已經聽不到共鳴的聲音 主要是我們要聽合音的聲音 跟自己唱出來共鳴的聲音 不需要麥克風 麥克風只會 你如果單歌姓那大家就賣 歌姓就拼命唱很大聲 然後echo很大聲 我們不是啊 我們主要是合聲啊 主要聽耳朵聽共鳴的 然後練習自彈自嘗這樣 然後就是嘴巴用嘴巴就對了 第三個 這個時候才開始 等你這個已經會 你再開始彈歌曲 這時候才用右手來彈 把那時候你把這一句 不要用 用右手彈 就彈用右手 就開始彈旋律 就開始彈旋律 就是一般我們那個 我們一般大部分 練習的都這樣彈 就這樣吃一散 我們一般人就直接就跳到這邊來 一開始就拿了 什麼都搞不清楚 就開始蹦跌 對著一小節一小節這樣蹦跌 就開始直接右手就彈旋律 其實都很痛苦 這樣你不是說沒有樂趣 你要這樣來才有樂趣 我現在示範一下給大家看一下